我參加了一個手抄本 作為一個基督徒 應該認識 這是主給予我的一個 侍奉的機會 雖然我寫過一些個 但這都是主的指典 主的帶領 使我能夠有智慧 有能力 所以藉著手抄本的運動 我要侍奉主 因為主對我的恩典 三十一年的恩典 主的恩典 主對於我呢 是非常的賜予我的恩典 並且呢 抄寫聖經呢 我認為這是 聖經是主的話語 是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所以往前走呢 必定呢 得有主的話語的指典 帶領 我才能夠啊 我才能夠啊 走的是 由黑暗呢 走出來 走到光明 我剛年呢 八十八歲 抄這個 約翰福音 打高章 感受呢 我跟那個大家 那個弟兄姐妹啊 能夠歡聚一堂 我們一起來抄寫聖經 這事呢 我們一起呢 要侍奉主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機會 我參加完喜不禮的心情呢 當然很興奮啊 也都是很榮幸啊 因為我真的沒參加過 一個這麼大的聖事啊 自己做了基督徒這麼多年都 我覺得是很有意義和很充實的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參加 我是負責抄寫提多書第二章的 因為我們三個 三位人士報名 所以就剛剛補一卷的書 是可以選擇了三章 還有我和我先生 抄寫第一章 提多書第一章 我就第二章 而我還有一位主日學的學生 就抄寫第三章 我們是三位一起抄一章 這次參加首抄本運動呢 因為我覺得 第一就真的很特別 我是沒試過參加過 還有我覺得是很有意義啊 因為抄寫一本聖經呢 是會加深自己對聖經話語的 那種的記憶和認識 還有剛才呢 講座都有分享過呢 就是 是思念上帝 思念神 我相信會抄寫完之後呢 對那張的經文 會更加是思念和熟悉的 我參加完今晚的喜不禮呢 覺得很興奮啊 也都明白更多這個活動的意義 那發覺呢很有意思啊 因為呢 將抄寫聖經啦 靈性上面啦 和書法藝術方面呢 是互相結合的 那也都可以成為一家人的活動啦 所以呢就跟太太啊 一對子女一起參加 今年再來九歲 我們是負責參加可福音第一章 經過今晚的喜不禮 我知道有很多大人都會寫很多字 還有寫得很漂亮 但是爹地給了一句很鼓勵我的笑話 就說不用經過你寫的那三個字 你們在台上已經寫得很漂亮啦 那我們一家人都是信徒啦 而且都喜歡寫字的 那太太發現了這個活動的資訊啦 那於是我們就一起談啦 那我們就覺得 這個都是挺好的親子活動 一家人的活動 那也在暑假期間 那作為一個暑假 有意義啦 操練自己的靈性 也操練自己寫字的技巧的一個活動 所以就一起參加啦